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祝小伙伴们节日快乐 Happy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6月1号周六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定了温哥华都会区全民买单 西北温居民负担37% 其他地区小伙伴们负担63% 都会区董事会就温哥华北岸污水处理厂事宜 通过了一个猫盖史的决议 似乎没有人为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负责 从7亿家园的豪华污水处理厂 一下子变成近40亿的超级豪华 但仍然是一个污水处理厂 要是没有什么猫腻 他们自己都不信 西北温居民每年的水电费 将上涨725刀来填这个坑 温哥华市居民负担150元 列治文市每户分摊80 非沙河两岸和其他用户 则要掏90家刀来埋单 记住不是一次啊 如果非要加个期限 那就是至少30年 臭名昭著的高桂林农场屠夫死了 据说今年5月19号 他在加拿大东部魁北克省的一个重刑犯监狱 跟育有打架 伤势过重送医 这个20世纪末最血腥的连环杀手带给温哥华 加拿大乃至世界上关注此案人们的更多启示 这个恶魔曾经跟便衣警察吹嘘总共杀死了49名女性 警方在他的温哥华都会区高桂林市的农场 发现了33名女性的遗骸或DNA 加拿大皇家骑警从一开始对待此案的懈怠 以及去年曾一度要销毁有关此案的所有证据 更让人们警惕警队里存在的系统性歧视 据央视网报道 今天6月1日 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480.7万名 基层少工委27.6万个 长春藤100教育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朱立宁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